不是這樣子 你先退出 郵局ATM前面工作人員 正在教導富人 怎麼領普發的六千元 原來富人剛剛在螢幕上 完全找不到六千元在哪 趕緊求救 一般來講不會去看這個 我們領錢的時候 一般都是插卡才能領 有別銀行ATM 郵局的首先要按螢幕 普發現金 再插金融卡 否則就看不到後續只是操作 直接插卡就錯了 我昨天就過來教了 太可能年紀比較大的人 比較 根據最新統計 普發六千元網路登記2.0版 破九百萬人登記 近一千五百萬人已領到錢 人力銀行調查 百分之三十五點一會全部存起來 百分之三十五點九選擇要花光 平均花掉四千四百一十元 存起來 人應該發六萬才夠 現在物價這麼高漲 去繳稅啊 就人民換萬歲啊 人力銀行也調查百分之六十四點九上班族 會花普發現金 整體的消費相機上漢兩百六十二億元 百分之六十八內銷導向企業認為 相對業績有幫助 百分之五十八點八的業者會搭配促銷優惠計畫 那如果有感的調性的話才有可能這個回饋到所謂的這個內需消費市場 不發現金六千元能否刺激帶動後疫情時代的消費潮還有待時間觀察 這週天節 楊宗彦 台北報導 我是方彥迪 主播工作讓我學習傾聽所有人的意見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斷 也許我們無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從新聞裡看盡每一道風景 我是方彥迪 請您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要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 小鈴鐺喔